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谋舍 破旧的穿着 亲密的说 你这怎么能叫幸福呢 你看看我的幸福 我可是百间豪宅 千名奴仆啊 有一天一场大火 将这个妇人的百间豪宅烧得片瓦不留 千名奴仆各奔东西 一夜间这个妇人融为了乞丐 剩下酷暑 这个汉流加倍的妇人变成乞丐了 她路过认识这个穷人的茅舍 想讨一口水喝 穷人端来一大碗清凉的水问她 你现在认为什么是幸福啊 这个乞丐眼巴巴的看着这个穷人说 幸福就是此时我手中的这碗水呀 其实幸福本来就是现在 台长教你们一个思维的方法 只要把每天的平安串起来 串成一个幸福 你才能有一生一世的幸福和平安啊 那些总是抱怨自己不幸的人 总是用沉重的欲望来迷惑自己 觉得自己不够还总是要 台长告诉你们 人不能总是看到你还不曾拥有的东西 学会知足 学会珍惜 要看到你已经拥有的东西 你就好好地去珍惜它 去爱护它 这个就能够让你拥有这些东西的一切 学会欣赏自己每一天的平安 每一点的拥有 你就不难发现 自己竟然活得这么的幸运 看到别人的烦恼 你应该感到知足 阿拉伯的王子33岁 他拥有人间一切的物质 但是他失去了人间最宝贵的生命 而我们虽然没有百万家产 我们没有人间的一切 但是我们拥有的是人间最宝贵的生命 自卑容颜连花上微笑 那么大悲观世音菩萨 我是你最疼爱的孩子 让我像你一样吧 坚强守护每一颗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